再來我們的財經時間到了 各位呢 每一天的五間新聞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 我們的小畢會來跟我們分享財經訊息 那最近呢 大家一直在領很多券嘛 五倍券啦 然後政府又說什麼義放券 農油券 你感覺很混亂對不對 沒問題 小畢來了 把時間交給小畢 告訴我們這些券怎麼領 好的 如果你還沒有領紙本券的話 大家想要在10月8號紙本券 相關的五倍券上路 你就可以趕快來使用的話 切記10月1號晚上的10點以前就截止囉 所以剛才我特別講到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 就趕快來用券消費的話 記得要在官網或者是到四大超商 用健保卡來做預約 那8號到21號這段時間就是屬於第一批 你可以回原店來去領取 或者你官網登記的是哪個門市 大家要記得 而且到那個地方來去領 其他的店是領不到的 那如果錯過了第一批沒關係 第二波的紙本券 就必須要等到10月25號到月底來預約囉 11月8號才會拿到紙本券 如果聽了這麼多 你還是覺得以上這些都太麻煩的話 沒關係 4號開始到郵局 你記得要先打電話 或者上網來做登記 你什麼樣時間點要到 那郵局會視情況而評估 那個那段時間會不會是尖峰期啊 是不是比較滿呢 如果是的話 他會再調整其他的時間 來給你問你 OBOK 12號到月底 就可以拿著你的預購單 那到零櫃來去領取你的五倍券了 那目前郵局是規劃呢 大概是半一間的據點 大概是每半個小時 開放5個人零櫃 可是要特別提醒喔 如果你是大家庭的話 也就是你要一口氣 幫全家人領6份以上的紙本券 提醒你必須要在11月以後才能來做領取 截至到10月1號的早上10點 這個紙本的五倍券 已經突破了1080萬人登記了 是遠遠超過數位綁定的389萬人 當初數位綁定其實就是因為很多的銀行啊 悠悠卡支付等等的行動支付呢 都祭出了很多的回饋 但是現在看起來 大家還是比較習慣紙本券的 那至於加碼的部分 剛剛有特別點到了 其實好多的券要怎麼樣來領什麼樣的時間抽獎 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除了如果你是數位綁定的話 你綁定了那一瞬間 大概就可以領到所謂500塊的好食券了 那除了好食券以外 剩下的7大家碼券都可以登記來抽獎 那10月1號開始呢 命額600塊的紙本一放券 也就是今天可以到四大超商開始來登記囉 不過比起數位 因為感覺的出來嘛 今年政府是力推這個數位券的 因此呢 如果是以一放券來講 他就有分紙本跟數位 數位的話是240萬份 紙本券的名額呢 只有60萬個名額 而且他不是人人都可以來抽 他必須是65歲以上 18歲以下 或者身心障礙者 他才能拿著健保卡 到超商的事務機來來去做登記了 而不管是數位還是紙本 一放券都有四次的中獎機會 從10月13號 20號 27號到11月3號 等於說啦就是四個禮拜連續 每個禮拜三的下午三點半呢 都會來抽75萬份 那中獎的話會在隔一天 在網路上面公佈名單 並且發簡訊來通知大家要來試試手氣了 因為這個易放券統整來看 這個中獻率是不到三成 而另外一個中獎可能還要看你人品 因為這個命額1000塊的國旅券 真的是搶翻天 登記翻天了 已經超過了1000萬人次來做登記 可是當初交通部只有多少個名額 120萬份的名額 而這個機率真的很低 等於是說這個中籤率啊 大概只有一成 那目前交通部表示 行政院已經確定了 接下來會加碼 加碼多少 原本是120萬份嗎 我再加碼120萬 也就是這個份數是翻了一倍哦 要來到240萬份 拼什麼 拼國內的觀光 希望帶動整個觀光呢 可以來到116億的一個產值 但是能不能達到目標還得必須看 我們國內的疫情 是不是能持續的控制下去 而另外的話剛剛有特別提到 你只要綁定數位5倍券的人 就能直接拿到500塊的好食券 但是當初的定調 政府很積極的在推這個數位 但看起來 紙本還是比較受大家喜歡的 所以啊 大概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數位的綁定其實有出現成長停滯哦 400萬份的好食券 目前還剩下大概10萬份左右 感覺上是有一點滯銷 而經濟部長王美花呢 日前就說啊 可能會試情況來做加碼 或者推玩鳥優惠 這個玩鳥優惠就引來很多網友的批評啦 說第一次聽到玩鳥優惠 是不是滯銷 所以賣不出去 當然這不是用賣的 就是登記嘛 你送給人家 人家不要 你現在感覺上 好像要硬推推出去給別人 也有網友講得更直白了 這400萬份的好食券消化不完 證明誘因不足 難道是滯銷等於玩鳥嗎 那早鳥為了這個500塊的好食券 去搶的人又算什麼呢 大家的看法如何 認同政府應該要再寄優惠 或者是加碼嗎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呢 好 好 好 所有的